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主办的第二届华人主播大赛正式开始了 第一轮比赛提词系挑战赛25近18 快来看看选手们的表现吧 大家好,我是12号选手Lily Meta公司在12月9日宣布 公司旗下的VR世界Horizon Worlds平行世界 正式向美国和加拿大的18岁以上人群开放 在Horizon Worlds中 Oculus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用户 可以创建一个没有双腿的化身形象 在虚拟世界中四处游荡 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其他用户的化身进行互动 甚至可以一起玩游戏 平行世界去年向少数Oculus VR用户推出了测试版 用户必须要有邀请函才能加入这个虚拟世界 今日起,用户将不再需要被邀请 就能进入平行世界的测试版 推广平行世界是Meta 进军元宇宙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该公司在今年10月才将名字从Facebook改成Meta 当时公司希望以改名的方式告诉投资者和用户 其全力押注元宇宙的决心 今年7月,尚未改名的Facebook宣布成立一个团队 负负元宇宙的工作 两个月后,该公司表示 它将在2022年把公司硬件部门负责人提拔为首席技术官 在10月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 该公司宣布从第四季度开始 把硬件部门Reality Lab划分为独立的部门 该公司还在10月表示 它将在未来一年内花费约100亿美元 开发构建元宇宙所需的技术 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10月写道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年 公司的元宇宙用户数将达到10亿 成为承载数千亿美元的数字商业 并为数百万创作者和开发者提供工作机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